色健康的這種咬唇妝 那這個遮瑕膏就可以選擇液狀的 或者是說像乳狀的都可以 那我們就用這個遮瑕膏 在嘴唇的邊緣 幫它把這個稍微顏色把它改掉 然後再用指腹把它推開 所以不用整個嘴唇上 對 就是外圍 這種咬唇妝嘴唇 你如果比較薄的女生 你就可以先選擇一個就是 就是偏粉色的口紅 那這個我們剛剛有教大家 它就是膚色比較深一點的人 可以用的 那我們就直接用這個 粉色的口紅整個全部擦 這怎麼擦上去好看 真的很好看 它真的是很... 因為這個顏色就是很適合 膚色深的女生 真的要擦上去才知道 那這樣其實就很好看了 但是我們要創造出咬唇妝 我們就是在選一個 顏色比較深的口紅 那我們剛剛就是講到就是說 咬唇妝你一定要有一個對比 會有一點漸層的感覺 就不會感覺好像你的嘴唇很薄 因為像以往大家在畫咬唇妝 就是薄嘴唇就是旁邊都是遮瑕膏 然後你就會覺得好像很薄 然後你先擦了一個粉色之後 你再用這個去疊 它就會有一個漸層 外圍是粉色 然後中間是一個 然後你再用指腹稍微的把它 稍微的 暈開這樣 對 暈開 真的 這種就叫咬唇妝 歐爸類也是可以駕馭咬唇妝的 只要仔細挑選顏色 利用淺色打底 深色薄薄的上菜內層 就會很有質感喔